然后你一直留给人家的印象都是 这个乐观开朗的这种印象 实际上你在这几年经历了很多这个伤病啊 包括这个平常动画会上的这种失败 你如何在这四年中如何调整 你觉得你今天取得这个成绩的背后 支撑你的动力是什么 为什么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让你坚持到现在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这个这个小问题就是 想对咱们的网友支持你的人说什么 谢谢 首先 回答第一个吧 这段长满的履历 然后首先是 其实我认为支持我能走到今天吧 还是我对空中技巧的热爱 然后我对冬奥梦的一个信念 真的就是我儿时的时候 我能从事体操体操之前的时候 五岁的时候 然后就像成为奥运冠军的这样的一个信念 可能就根深蒂固在我的血液之中 然后我希望就是 真的是有机会 然后可以站在奥运会的最高领奖台上 实现我的梦想 然后在支撑我这样通往梦想的背后 是我 我真的 是我亲爱的祖国 因为这四年其实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难的 然后尤其是在疫情期间 然后我们可能没有出国比赛 没有出国比赛的时候 真的 其实我认为 对于我来说的话 我印象特别深 真的是三点一线 训练馆 然后尤其在秦王岛 我们每年都会待半个小 半年的时间 然后就会真是三点一线 跳台的场地 然后住宿 还有那边水疗康复的一个条件 就是三点一线 然后在这个期间 我真的是非常感谢 也就是说在2020年的时候 我们有一样 就是来自中国冰雪的一个体能测试 包括大比武 因为其实在那样的一个比较枯燥的时候 然后呢 再以这样的方式促进我们去加强体能训练 增强自己的能力 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然后呢 我虽然当时已经30岁了 但是我没有因为我自己的年龄 而选择就是放弃某项 并且我 我真的是非常感谢那段时间的经历 然后我特别开心 就是我当时3000米的时候 跑了12分18秒 就是我拿到了中国冰雪600人的第四名 然后其实我 我那个过程很辛苦 但是我发现通过那样的过程之后 我真的是让自己更强大了 然后我自己的专项耐力也提高了 同时呢 我要感谢就是 所有就是在这个训练的一个过程中 然后包括教练的合理训练安排 还有体能教练的恢复 还有我们医疗组的防伤防病 科学训练 真的没有这样的 就是系统的保障 不会有今天这样 就是站在奥运会赛场上的时候 从容的我 因为在这一刻的时候 其实它已经是一个结果 我认为 就是这个过程中 我已经做了很多很多样的准备 因为这四年 说实话 这四年也是我相对比较健康的四年 因为在你看北京温哥华冬奥会的时候 前日右腿前交叉人耐断了 然后索契冬奥会的时候 是颈椎盘右侧蓬突 然后右腿的内侧不人耐撕裂 然后温哥华平常周期的时候 我是左腿前交叉人耐断了 然后呢 平常之后呢 我又马上做了一个双腿的半月板手术 其实你细数一下 就是你想要做到 今天我们能顺利的去完赛 然后并且超发挥的 就是这种表现吧 就是说把它做出来 其实是你一定要有个强壮和健康的体魄 所以我认为是这样的 然后最后呢 我想对我亲爱的朋友们 一直支持我的陶密们 还有所有网友们 然后想说一句话 就是你们要的就是 成绩是比赛来了 真的 今天我就是沉浸式的比赛 然后呢 感谢你们所有人对我的支持 感谢你们所有人 给予我的信任 还有给予我的幸运 因为我看好多的网友说 老天爷一定要让陶陶拿冠军吧 我宁愿单身三年 就是说什么都有 你知道吗 我就感觉网友都看不下去了 网友都特忙了 网友都知道 我四届都奥会了 十六年了 他们都比我还想拿冠军 你知道吗 都说我三天不吃饭 然后我单身三年 把我的三年单身运气 就是什么都给淘淘吧 就是很多 其实感谢大家 然后也感谢那些 支持我的插友 因为我在做前家插 认带之后呢 手术之后呢 有好多插友 然后我们也会互相的交流 就是我希望的 还是传递更多的正能量 我要告诉所有人 就是努力不一定 什么时候会帮到你 但一定是在最关键的时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